今天我們會做一個2022年的榴槤運程推算 包括有馬牙的曆法、九宮聖明學、逆經八卦 和我自己的頻道 我會連結你的靈魂 或者你的靈魂的Path Life 你的生命線 或者你的運程 我會透過我把口說給你聽 首先我會跟你說 2022年的事業 愛情 或者是健康 如果你有什麼不明白 或者我說的話 沒有覆蓋你想問的問題 你之後可以跟我說 我講完之後 我會幫你佈劃 去幫你頻道 你想知道的問題 給你一個答案 首先我會說了 2022年的工作運 2022年的工作運 整個榴槤運程 我們最需要的 就是播種 這是我們的大方向 其實你的命盤 和年份的能量交接之後 其實你最需要的 就是忠於自己的內心 你要學會去了解自己 有很多東西 你忽略了自己的感受 或者忽略別人的感受 對自己的尊重 或者對別人的尊重 那在瑪雅的能量 就是黃人 黃人就是代表互相尊重 肯努力去做 還有你的優點 就是很細心的 很肯去做 不介意去付出 這個也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 最大影響你的事情 就是你的表達 你不敢去說話 不敢去表達自己的內心 你介意別人怎樣看 這些能量 都是影響你2022年 你做你自己的目標 或者是實行你想要的東西 這個表達 都是溝通 都是一個很大的障礙 其實呢 最主要 你要找一個老師 這個老師 你是應該要找 好像一個黃戰士 在瑪雅裡面能量的黃戰士 黃戰士是代表什麼呢 他夠膽衝 夠膽問 夠膽做 他亦都夠膽錯 不介意別人怎樣看 你夠膽去看 夠膽去做 夠膽去講 2022年 你的流年 你的運程 或者工作運 你才會慢慢 越來越進步 這個是你需要去注意的 這個是馬雅力法裡面 其中給你一個啟示 和啟示的 在性命學裡面呢 你的事業方面 盡量不要去一個新的領域 不要想著出外公幹 一兩個月啊 這個是對於你不利的 為什麼不利 就是因為你可能 你賺2萬元 3萬元 4萬元 多少錢都好 但是你在工作的環境 不同了 或者你面對的人 又不同了 事又不同了 那你投資出去的費用 可能多過你的收入 得不上心 因為呢 我見到你外掛 絕同觀 絕同觀的掛象就是 龍棍光沽難伸展 養精畜銳物上攤 這個掛象是代表 你如果有機會 或者你有才幹的 你去學習了 或者是你裝備好自己 你下一年 2023年 你就可以大展全腳了 如果你2022年 你就要去轉工啊 去跳槽啊 那其實呢 你得不到你所想得到的東西 那結合馬雅這個能量 要你去默默加運 對於你的事業來講 你剛剛默默加運去做 你養精畜銳 令到自己裝備好自己 你覺得 現在好像我只是投資出去 默默加運 好像什麼都沒有收穫 其實你的收穫 你要放長線去看 你不可以看現在這一刻 這麼短錢 你長線來看 或者你所得到的 一定遠遠給你投資 或者是耕運的 多得要多 事業是財運其中一種 但是財運呢 還有很多東西包含買的 這個月 你已經開始踏入你財運 在馬雅力發裡面 已經踏入財運 你最容易賺錢 或者是升職的一個運程 你剛剛跌了進去這個時間 因為看下去 現在這個時間是非常吻合的 那在聖明河裡面 看到你的財運 是官碰病 就叫做 緣風不頓 難相處 轉變必有利可逃 即是其實 如果你內在 你可能有些財產 放在你戶口 或者你收起來 是有很多機會去找你投資 投資 你是要有些實質的東西 拿手 你是實質的東西 可能買樓 買樓租出去 也都要注意一件事 如果你要去合作做生意 這個都不好的 你可以選擇去投資 但是要有實質的物體 或實質實業 才可以幫到你 才可以掌握到財運的運程 在馬雅方面 健康方面 要注意喉嚨 你的肢氣管 這些都是我們的呼吸關係 呼吸那邊 你要注意 因為在這個年份 你這方面 可能比較弱 所以會引致到你 比較少去表達 當你不運用這個能量 這個能量 你本身弱 你再不用的話 就會生瘦 生瘦 可能會出現一些問題 進入這個2022年 你剛剛這個屬蛇的生肖 剛剛就是形態歲 和害態歲 對於你的健康 就會有衝擊 對於健康 或者感情 是有衝擊的 我們可以化解它 最主要就是化解 怎樣化解它呢 就是你可能有買樓 有喜事 多些參加別人的婚禮 對於你的運程 都是會有可觀性的進步 所以這一方面 是要注意 但是可以化解 正如剛剛所說的 感情方面 就是會有少許的浮動 剛剛跟你的健康方面 說可以摘 或者是衝起 就可以改變 改善到感情和健康 感情方面 是不是真的會很差 不會一落千錯 我要吵架 我要打架 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是大家更加平淡 平淡之中更加平淡 如果你不想更加平淡 剛才說過 沖喜事可以化解這件事 也能把你的財患 最主要就是 置業都是沖喜 你轉變必有利可途 可能你買了一層樓 租出去會更加好 也可以化解你的愛情運 健康運的一些阻擇 愛情運方面 都是需要更加多的溝通 總結來說 你去做多些開心的事 接觸多些開心的事 或者是喜事 那你就會化解到 這個不必要的影響 健康愛情財運和工作運 我都說到七七八八 等一會兒 我就會幫你去Channel 幫你去連結 還有幫你佈掛 那你現在有什麼問題 想問我 問題就是 我剛剛沒多久就買了一層樓 那如果譬如說 明年是一個買樓的好時機 叫做地震 真的是不是這麼適合呢 因為我剛剛才買完 又要再買回來 現在我先幫你Channel一下 我先幫你看看 其實我剛才看到 你賣樓的時候 其實是高位的 下一年你可能有機會 會遇到財運買樓的運 是五六七月這三個月 那你可以留意一下 原來你買了一些單位 未必是真的過一兩個月 就馬上拆遷 或者是過一兩個月就馬上收購 或者是升值 不是的 其實你在高位賣出去 你接下來可能有機會 在低位賣入 然後你可能租出去 令到你的被動收入多了 如果你有興趣 或者有能力去買 其實這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我看回你的運程 其實如果你在這裡做一些開心的事 你的置業 其實都是會有助你四個運程 健康 財運 開程 工作 其實都有幫助 剛剛師傅說到是五六七月 那是新力還是能力 新力 新力 五六七月 師傅我還想問 就是在靈性方面 我好像是停滯不前 有些樽頸位 還有就是各方向好像不太明確 其實這方面有什麼指導 其實在馬雅力法來說 你2022年去到七月尾左右 你就會清晰了自己的方向 第二個在聖明學裡面 你是在轉運 因為你總格那裡 是去到交碰胎 交碰胎這個掛像是什麼 天地分清要正氣 脫胎換骨平地起 就是你現在是整個運程轉變 也都透過我channel 其實我們在轉變的時間 是需要去穩定 要穩定一段時間 才可以跳出這個中景位 我給你一個建議 你應該 你有學過很多門派的東西 不知道多不多 但是你每一個門派 你都要先去運用 先去運用 用一下 你知道哪個熟手 你就會有方向 那師傅 明年我有什麼要注意 或者有什麼對我 不是那麼好的 好 那我先看一看 明年你是要令到你自己努力 裝備自己的時段 我會建議你在西方和西北方 這兩個位置 放一些土種植物 如果是近大門的話 越大棵越好 東方和東南方 就放一些鹽燈或者蠟燭 都會令到你的運程都會推高 如果是真的想著 明年會是買樓的話 那就是買哪個地區 譬如說香港是哪個地區 或者是大陸有哪個地區 你問呢 OK 我先看一看 有機會呢 那機會應該是香港到的 那如果是買車位呢 我先幫你看看 我現在幫你第一個掛帳 我幫你提到買樓之後 你的情況是會怎樣 第二個掛帳就是 你買車位之後會怎樣 OK 第一個掛帳是買樓 第二個掛帳 第二個掛帳是 其實中常 其實買樓 買車位 兩個掛帳都是差不多 最主要 你是看你自己的負擔能力 賣車位也好 賣樓也好 你有空就去看看 沒有空就有空的時間 看了又不用付錢 你可以自己去考慮 總括來說 你下一年 2022年的運程 其實都算 中常都算不錯 我看下去 你下一年的運程 如果你是抱著一個開心的態度 你要記住 開心 可以化解 你一些 可能 不是說有劫 不過是 可能會有低潮的位置 比較建議的 就是買樓 置業 置業 因為你的財運 又在買樓那裏 那如果 下一年有機會 差不多時間了 有可能朋友 親戚朋友 去講起 說到哪裏的樓 那你就 可以 不妨 去八卦一下 去聽多些 或者可能 機會就會落在你那裏 另外 如果你在賺到錢 或者是 開心的時間 記得要回饋你的祖先 那希望 下一年 看到你更加開心 還有你的財運 財源滾滾 那這次就到這裏了 我們下次再見